Hello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有没有那么一款鸡尾酒让你欲罢不能 去到酒吧弊点 回到家还要调给自己喝的 请抠在上方 我先来Ginatonic 金汤力 我觉得金汤力真的是一款百喝不腻的鸡尾酒 调酒呢就只花一分钟就搞定 省时省力 金汤力呢虽然做法简单 是人人都可以调的一杯鸡尾酒 但是我发现我在家里调的就是没有酒吧 调酒师调的好喝 我呢就特意请教了我一个调酒师朋友 今天这期呢就来教大家怎么调出一杯完美的金汤力 金汤力说白了就只用到了三种材料 清凝 清酒 还有汤力水 其中呢汤力水占到整杯酒的绝大部分 所以说如果要调出一杯好喝的金汤力 必须选对的汤力水 我替大家去了汤超市买了四个市面上比较热门品牌的汤力水 带回家来跟大家一起测评 看看哪款汤力水调金汤力最好喝 上汤力 选了这四个品牌 甘加纳大遗泉 分位数 还有Q 大家可以在这里先投票你最喜欢的汤力水 扣1234 看看最后哪款汤力水生的Ivy的心 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汤力水 汤力水就是由苏打水加糖加奎宁调配而成 奎宁又是什么呢 说白了奎宁呢就是一种药味道巨苦 我觉得它的苦味跟我们广东的24味有的一瓶 我现在想想都觉得那个味道上头 奎宁呢有预防中暑和一些热带传染病的功效 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买的这些汤力水的奎宁剂量都很少 不具有任何的医疗功效 我知道你们在动什么坏心思 我们来纯饮一下汤力水 我从来都没有纯饮过汤力水 先从加拿大汤力水喝 这个不算很苦 然后有一股柠檬的味道 有点像喝雪碧 这是宜泉 宜泉算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牌了 这个呢是淡一点的雪碧 甜味没有加拿大那个这么重 但是我没有喝到一点点苦味 分位树它用的是天然的奎宁 我猜呀这个加拿大跟一全都是合成的奎宁 你就说这个杯子可不可爱 它里面加了那个苦橙 后味就是你能尝到有一点点苦 但是那个苦跟甜结合的比较好 吃下这个Q Q他们家用的呢也是天然的奎宁 但是他们家里面还加了那个龙蛇蓝糖浆 淡淡的龙蛇蓝香 而且没有那么苦 我觉得现在测评下来最苦的 其实就是这个分位树接下来是Q 这两个真的很像喝雪碧 好啦开始我们的调酒时间 那为了公平起见呢 这四杯金汤粒我用的都是同一款勤酒 同一个清明不同的四款汤粒水 调酒师呢告诉我一个调出好喝金汤粒的小技巧 大家是不是发现金汤粒呢 大家都是最后才挤清明进去了 但是他告诉我 如果你要做出清明感很强的金汤粒 你要在什么都还没有放之前 就往冰里面挤入清明汁 这时候呢清明汁就会渗入到冰块里面 融化的时候呢都会带出一个清明感 而不会被稀释了 往每个杯子里加入30毫升的勤酒 加入四个不同的汤粒水沿着杯地加 OK你看这么简单一条的一杯金汤粒就搞定了 先从加拿大汤粒水开始测评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的味道有点单调 觉得一般试下一圈 一圈的味道比较丰富 它同时有点草本跟柠檬的味道 一圈还行比加拿大那个好喝很多 接下来是分味数 改成了 分味数就真的是有那种精汤粒的精髓 在里面苦 酸 甜 还有杜松子 刺激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从气泡感来说 它气泡感没有那么的假 前两个我觉得它的气泡是那种 一下冲着让你想打嗝 分味数它的气泡是很舒服 就让在你口腔里面跳动的感觉 就里面这个龙蛇蓝糖浆加得很妙 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抑郁风情的感觉 OK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性价比方面来说 如果你是预算比较少的话 在加拿大和一圈之间我肯定会选一圈 一圈它是有多一点点的那种草本的复杂度 加拿大那个就真的是没有味道 但是如果你愿意多花一点钱买很好的汤沥水的话呢 我会建议是买 说这两款我都很喜欢 分味数呢它是甜味会比较重一些 Q的话它甜味比较淡 看你想不想喝甜一点的 想喝甜一点的就是分味数 想喝淡一点的就买Q 这两款呢无论从气泡啊 口感啊还有复杂度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汤沥水 喜欢艾米的节目别要忘了三连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的四伯爷怎么还 金汤力真香